一名黑男子走進超商提款 過不久便宜員警立刻衝進來 上前將男子壓制 男子不服用力掙脫 見員警拿出警棍才過地乖乖配合 警方貨報詐騙車手來到雲林斗六 鎖定范賢車輛進行跟肩 這車子在哪裡 塞車子在哪裡 我整個額 整個額 手扣 差28歲黃信范賢在踢換時 上前將他逮捕 沒想到男子一看到員警 還反問怎麼又是你 你不是被調走了嗎 原來黃信范賢在103年8月 才在桃園移出詐騙機房 被警方查獲 員警持警盾用力撞門 把門撞開衝進去逮人 一進去就聞到濃濃瓦斯味 當時黃信范賢與共犯拔出瓦斯線 讓瓦斯外露 企圖要引發氣爆 查購到新台幣399000的現金 那另外這個車手集團 他們的詐騙手法 是以傳統的這個猜猜我是誰 還有網路的拍賣的 拍賣網站的網路 拍賣的這詐騙的方式 來詐騙我們台灣地區的民眾 黃信車手官不怕 事隔多年又重抄就業 沒想到還被同一位員警逮到 而警方將他及其他共犯 共四名車手全數逮捕歸案 記者 廖文斌 聯員斌 林佳穎 雲林報導